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玉祥任命刘玉芬为甘肃督办 帅部进入甘肃 请缴叛乱分子李长青 当然 他也想在甘肃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 我今天请你们来 就是想借国民军进军甘肃这个有利时机 派你们跟随刘玉芬的部队 一同前往兰州 你们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党务特派员 任务是在国民党内 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整顿党务 私下的任务是尽快地和我党党员 张一吾同志取得联系 他是我介绍入党的甘肃籍党员 选择有利时机 在甘肃建立共产党组织 积极发展党员 动员一切力量 获得我们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 这也是中共北方区委的决议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就这两天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只是我们到了兰州后 到哪儿去找他 他来信说他在兰州教书 没输哪个学校 我想找到他问题不大 等等 我再送你们一本宝书 宝书 这是一本能够打碎陈府的旧世界 创造出美好新世界的宝树 这一本能够打碎陈府的旧世界 共产党宣言 不仅是我党的理论基础 和行动纲领 更是我党带领无产者 想压迫着 发起反击的指路明灯 正是靠这本书 弱角的布尔什维克 才能够战胜 冒刺强大的沙皇俄谷 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我们中国共产党 也要靠这本书的引领 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是 一定完成任务 绝不够打得重头 还有 你们见了张仪乌书 把这本书转交给他 他去年就像我要这本书 我可不能违背对他的承诺 哈哈哈哈 师傅 快点 好 同学们 这就是苏联 他在中国的北部 是一个地域辽阔 资源丰富 森林广袤 老家 进来 好了 抓紧去听课 这个国家 最初是由沙皇在统治 但是今天呢 他是十月革命的家乡 他是一个由工人 农民 还有普通士兵组成的 世界上第一个 由布尔什维克 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 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整个社会 像一家人一样 先生 可现在咱们国家列强纷争 军阀混战 物价一天一个样 百姓的生命如草剑 什么时候 咱们国家 也能像苏联一样就好了 好 这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好 是的 我们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 建立了民国政府 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大斗 帝国主义适应 还没有离开我们的国家 各地军阀 为了争夺地盘 勾心斗角 尔欲我诈 混战不休 孙中山先生长老的民主已进步 离我们还很犹豫 但我相信 中国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的 同学们 在座的每一位热血情人 都有责任担当起 挽救中华 挽救威王的重担 少年行 则中国行 少年强 则中国强 我相信 苏外社会主义联盟的今天 就是我们中国的未来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地理课就上到这儿 下课 福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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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乡亲们 为什么 我们没完没了地流血流汗 可是 我们现在还过着吃不饱 穿不暖的生活 谢谢啊 下 下先生啊 嗯 挺好 不就是这样 他们还是要变本加厉地剥削咱们老百姓 要从咱们老百姓身上 榨干最后一滴血汗 你们说 这要是吗 不许 对 对 不许 同胞们 同学们 父老乡亲们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达到剥削阶系 就一定能够缔造一个 幸福 美好 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警察来啦 警察来啦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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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友 大友 你怎么搞的你 我让你出去买本书 你到这儿凑什么热闹 张先生 这是 这是我的侄子 这样 那你把他带走 以后不许跑到街面上惹是生非 谢谢老总啊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个学校的 我叫张同 省立一中的 张同 张老师 我以前听过您的课 谢谢您救了我 咱们是本家嘛 记住 以后做这种事情 一定要小心 好了 赶紧回家吧 谢谢老师 你回来了 玉翔来了 玉翔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 来来来 喝茶 玉翔兄弟 我给你带了一点 咱们老家的洋狱 还有 给咱们老爷子带了 上好的 家乡舌烟 老你费心了 玉翔啊 你大老远的 从张家庄来一趟不容易 今晚就别走了 咱哥俩好好喝两粥 咱呀 行 正好 我还有事 要向你汇报呢 好 咱娃呢 你看这不是刚搁下饭碗 就跟小朋友出去玩了 一会就回来了 你呀 就别担心了 这外面马上要下雨了 别让孩子着凉了 我知道了 你和玉翔呀 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 今天你哥俩 就好好唠唠 多喝两杯 我去给你们弄下酒菜去 来来来 喝茶 一会兄弟 按照您的要求 我在咱们渝中老家 也发展了几名党员 作为咱们党今后 在农村的活中 好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 我们都要创建我们的党组织 要多发展党员 壮大革命力量 你说得对 一会兄弟 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大好 抽时间去看看医生去 好 老毛病了 不碍事的 你呀 从小就这个脾气 酱 这是二十个大营 现作为民的活动经费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买一些枪制弹药 我们的党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 好 这事我听你的 小鱼喽 小鱼喽 天爷 天爷 打大几下 阿兵和我们国际上 让阿兵包国际同大 让阿兵包国际上国际上 郑鱼来了 阿兵 看什么书呢 聚心灰神呢 阿兵 你谢谢 还是让我先看过 这个真是个好书 过去咱们不懂的事理啊 惊他一点就透了 真正是前无古人的好书啊 你说得没错 咱们干革命啊 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定的信念 我现在 真想快地见到张一雾 把甘肃特职早上成立起来 这样 就不会辜负大昭统治对咱们的中托了 你说说 咱们到兰州去了 怎么找到的义务同事 实话告诉你吧 实话告诉你吧 我有一个女同学也是浙江人 她曾经给我来信说 她就在兰州的省医中当老师 咱们到了兰州就去找她 说不定啊 就能找到张一雾 不愧是没过门的媳妇了 咱当兵在外的 哪有闲工夫考虑这事呢 对 行了 兜兰州 我帮你们撮合撮合 的 好 你先赶紧睡吧 你先赶紧睡吧 明天还要上课呢 我写完这些东西就睡了 你先赶紧睡吧 一铺 你明天去看一下爸 他好像有点生气 在骂你呢 行了 我知道 你赶紧睡吧 来 大 郁翔来了 给你带了点水盐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要是好的话 我下次让他多的给你带点 嗯 下乡的水盐好啊 全国有名 你小的现在也有名 就是不务正业 大 你这是 这是什么 你一个教书先生 在学校不好好教书 非要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 什么异端邪说 还给学生讲 你还不够先乱吗 你们学校章谱校长跟我说 你在课堂上竟然宣讲什么 博尔什维克的主张和私找 你 你这是扰乱人家的教学大纲 你知道不知道 你再这样下去 人家非要开除你不可 他就是把我开除了 我宣讲的也不是什么异端邪说 大 你看看人家苏黎 现在老百姓当家做主 那不是很好吗 你再反观我们中国 政治黑暗 官僚腐败 列强横行军阀割局 民国已经十年了吧 到现在封建礼教那一套阴魂不散 如果咱们中国再不变革 再不走科学民主的道路 那早晚会死路一条的呀 我才输学前 你讲的那套大道理我不懂 我就懂得教书于人 这才是做老师的本分 本分 中国人不就是因为太本分了 抱着几千年的陈归陋席不思进取 才屡屡遭受外国列强的欺辱吗 难道不对吗 好 你能 你能为他在梁州宣讲混产主义 让人家给抓了 要不是我从中周旋 你小子早就敦大狱了你 为了追求我的信仰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即使敦大狱也不能动摇我革命的决心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斗争吗 好好好 你 你想干啥干啥 我不管 以后再有什么事 你就别来找我 明天我就回云中去 大 大 近日分船贵校的一帮的学生 竟然跑到大街上信口雌黄地进行讲演 还演了一些男女混杂的新戏 成何体统 好 同学们 快过来 报名参加话去设呀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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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校园里办刊物排新戏 宣传共产党的那套乌气霸躁的主张 还有 跪校的老师自以为喝了几滴羊墨水 就可以不按规定之教纲传授课程 反而自编教材 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书籍拿到校园里 交易学生传阅 您想太坏了 是是 这帮年轻人实在是太轻狂 太浮躁了 给了他们一打自由 就以为自己成了孙猴子 可以不服管教 您放心 我一定整治校风 严肃纪律 绝不让这种不良风气在我校蔓延滋扎 作为老师就要客气妇女为人师表 传授我中华圣贤之经典 在校的学生就要刻苦学习勤勉上进才对 学一些招摇撞天的邪门歪道 将来是不会有大处心的 是是 您说的是 诶 请问这位同学 李帆老师在吗 哦 他就在那边 哦 谢谢 来 是啊 李帆 你好 是你 真没想到 在这偏僻的大西北 还能遇见你 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 撒谎 我看你是跟着 留都办的队伍来的吧 是 现在的革命形势一天大好 你看 你们的学生热情很高涨 社会活动开展的也蛮有特色的 哪里 我们这消息闭塞得很 同学们让我给他们盘演新戏 撰写演讲稿 可就是由于资料太少 总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沉浮得很 哎 你们是从内地来的 能不能帮我找些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好让我学习学习 免得呀写出来的东西被人家笑话 行啊 不过 我得先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啊 只要我认识 张一吴先生 太巧了 张一吴老师刚从梁州调到我们义州 他人特别好 平时和蔼可亲 乐于助人 你们找他是要 哦 哦 部队要开展正宫思想教育 我们听督署的人说张先生见多识广 所以我们想请他到部队演讲 稳定一下战士们远离家乡后的焦躁情绪 对 不过他现在不在学校 要找他的话就得去他家 他家倒是离这不远 就在小藏子六号 要去的话 我带你们去吧 哦 不必了 你先忙吧 对了 改天 咱们一定好好聚聚 好 李凡老师再见 那我们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先生您抓药吗 对 抓药 赵慈方给我抓五福 好的先生 请稍等 来 这个药方 先生 你这个处方用药过于凶猛 我不能给你抓 为什么不能抓 对于中医我是略知一二的 就照此方抓吧 董姨也不行 你这处方必须要通过我们的郎中认可才行 否则是出什么问题 我们可担当不起 这位大姐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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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郎中 她 她出诊去了 不用了 我来帮她瞧瞧吧 来 帮我把她扶起来 大姐 她是外感风寒 内有冷饮湿毒 无大碍的 等她醒来 给她开几副汤药连续服下 病自然会痊愈的 给我注意 啊 田船会员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军政治处处长宣霞傅 那位是都书政治处副处长钱靖泉 都是我带来的 他们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务 请前辈多多指教 不敢 不敢 啊 她叫田坤山 是咱们国民党组织甘肃支部的负责人 又是中央特派人 幸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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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财数学钱 还望二位不令辞教 客气 坐吧 坐吧 哎呀 我们国民军长途跋涉千里 来到这恶守西部门户的兰州 禁绞了结党营私 逼宫称王的叛乱分子李长青 结束了北洋军阀势力在甘肃的统治 完成了冯玉湘将军交给我们的任务 可喜可贺呀 之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就是要在孙中山先送三民主义的旗帜下 精诚团结 清正联名 克敬职守 报销国家 让这方皇天后土 拥抹和谐之光 绝不顾了刘多半的期望 大姐 幸亏是这位先生救了你 你可要好好谢谢他 来来来 大姐 谢谢 谢谢 大姐 区区小事不必言谢 您身体有样 还需扶起扶腾药 调理调理方可 来 扶他坐下 您慢点 好 大姐 您坐下歇息一会儿 既然你们的郎中不在 还是由我给他开扶房子吧 好 这边有纸笔 好 谢谢 我请 就按这个房子抓药吧 对了 药钱可以一并算到我的账上 不不不 我来 我来 不必不必 我教书有些愤怒 这个我担负得起 先生 你真是个好人 我开药房就是为了治病救人 这几副药钱算不了什么 好吧 我开药吧 来 谁啊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 有事拜访张一五先生 来来来 请 真是太好了 一封同志 你好 我叫千金泉 他叫宣霞傅 是 谢天谢地 总算找到你了 我也是终于把你们判来了 来来来 坐 坐 坐 一封同志 我们这次随着刘亦芬的部队来到这 公开身份是整顿国民党党务 同时秘密接受了北方趣味 和李大昭同志的委托 与你共同协商在甘肃兰州 建立咱们自己的组织 好啊 大昭同志怎么样 很好 他非常关心甘肃特制的建立 如今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 如雨后春笋派纷纷建立 革命事业如火如土 越烧越旺 就在这边缘之地 也有一大批 有志青年向往革命 我在余众老家已经发展了几名党员 可省城的工作一直没有展开 现在你们二位来了 建立甘肃的共产党组织 可谓正风其时啊 哦 我们这么顺利地找到你 还真是多亏了宣夏副的老乡 李帆 要不是他帮忙 找你 还真不容易啊 你们可算是找对人了 李帆这个人啊 为人热情 思想前卫 是一个有作为的热血青年 好 将来我们招兵买马 你们二位 一定要想办法拉他入货 对了 一位同志 大扎同志 托我们给你带一本书 哦 是共产党学研吧 好 真是太好了 这是我们甘肃共产党人的 第一本报书 有了他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何愁龙元大帝 不显革命之曙光 启枪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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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发了吗 李长信长好了很 哪好好的管不懂 非要和卢独帮你给人干 你把蜡蜢人是不是好呢 我听风力不给他树上一样 怎么样好吃吧 怎么样好吃吧 嗯 好吃好吃 就是太辣了 哎 哎 李华老师 你会做拉面吗 当然会 味道应该不会比这个差 那么你们两个在兰州成个家 我不就可以尝到 弟妹的手艺了吗 怎么了 辣 辣 对了 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看看 太好了 有了这些最新鲜的精神食粮 我们排演的星系 还有演讲稿 就都有了灵魂 只有这样才能唤醒民众 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斗的信念 没想到 你的思想还挺进步啊 加入我们国民党吧 不 我听说你们国民党内部 都是争权独立 为自己谋私利 不像共产党 主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 要入党的话 我就一定要加入共产党 我看我们党组织成立的一切程序 就重建吧 对 今天是1925年的10月29日 是我党 更是甘肃广大老虎大众 最值得铭记的日子 我宣布 中国共产党 甘肃特别支部 今天正式成立 我建议特职书记由张义吾同志代任 宣家副同志担任组织委员 我担任宣传委员 好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目前处于国共合作期间 时局对我们很有利 我认为下一步 我们特职工作重点 还有首要任务 是继续发展党员 扩大我们的组织 要有计划的动员国民党左派 还有进步官兵 团结各界人士 发动工农大众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对 今天 我们的人缘不够多 对我还很弱小 不过我相信 只要我们勇敢地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列 一大批 有良知 有血性 有志向 有作为的年轻人和劳苦大众 就一定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对 对 对啊 上次咱们提起的李帆老师 他就是真心地想加入共产党啊 太好了 对了 还有兰州大药房的秦老板 他为人正直 我认为发展大 也没什么问题 好 我来发展进步官兵 太好了 我来发展进步官兵的秦老板 你说这个宣侠傅和钱进泉 他俩是什么人呢 名利是在省党部整党部整党 可整出党部的都是咱们自己人 按理呢 老往这个省里一中跑 跟一个思想激进 民教李帆的女教员是勾勾搭搭搭没来眼去的 我不明白了 他俩安的什么心呢 他俩现在是手握十拳 没有证据 光讲空话 有什么用呢 我看他俩的所作所为 就像共产党 你是中央委派的特派员 这是你的管管 人家可是刘都办带来的人 我有什么办法呢 他刘都办也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 冯将军就管不了 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了 笑话 是 是 你曾经是冯玉祥将军的老师 有些事情冯将军会听你的 你给冯将军写封信 会事半无倍的 我当然要写 什么狗屁心三民主义 还有联俄联共辅助农工 奇谈怪论吗 跟咱们国民党的根本主张 完全是两码事 还有那帮的青年人 不学无数的青年人 也跟着共产党搞什么革命运动 以我看 完全是瞎胡闹 还有这些日子大街上出现的宣传共产党主张的传单 说的就是要推翻我们有钱人 共产党 我看就是共产共产 要是让这帮泥腿的掌管了天下 那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 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搞好团结才是当下主流嘛 再团结下去 这天可就成了共产党的了 要警惕啊 我的特派员大人 那以你之见 咱们如何应对 才能站得先机 争取主动呢 咱们先把这个叫李帆的女人盯紧了 看她都干些什么 等抓住了她的把柄 回过头 再收拾这两个东西 好 我现在就到警察局去 派人盯住这个女人 自从父母去世后 我就投奔到了舅舅家 虽然在医中当老师 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快乐 可是 我心里却诚诚 还是觉得很孤单 记得吗 那时候上学的日子都美好啊 记得 那个时候咱们多年轻啊 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跟憧憬 现实就像传奇故事 让我在这儿见到你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我无宁日 时局动荡 我既然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歌当中 个人的幸福和安逸 由不得自己选择了 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一起啊 可是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不 只要有你就够了 今天啊 我要给你们二位介绍几位新党员 这位王桃 甘蓝树殿的经理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这位 我叫谭仲虞 是省林医中的老师 我爱人 这位秦仪珍 兰州大药房的经理 他可是我们最有钱的党员 你好 你好 对吧 还有我的中学同学 省林医中的老师李帆 他也提出了入大申请 我们的组织在不断地壮大 同志们 加入共产党 就意味着奋斗 意味着牺牲 意味着 要为共产主义事业 贡献毕生的经历 金老板 加入共产党 可是要掉脑袋的 你怕吗 不怕 我就是觉得 你们个个都是好人 才参加你们的组织 和你们在一起 我就觉得活得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 这本书 可以说是每一位共产党员 都应该认真败读的宝书 共产党学业 是啊 这本书让我看了心明眼亮 更看清了 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自从我们甘肃特制成立以来 工作上可以说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同时 也引起了田坤山为首的 国民党保守派的激励反对 他们积极制造谣言 妄图在广大民众心中 诋毁共产党人的形象 这一点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邱同志 我们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 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看 以后有事的话 还是到我那 我那人来人往 反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目 好 共产党步步紧逼啊 他们鼓吹要打土豪分田地 还有联合穷鬼打殿下 我们再让他们这样猖獗下去 这兰州的天恐怕就要变了 揭露杀越多 破坏国共合作之阴谋 忠于啊 材料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好 明天一早 我就把这些材料送到各个学校 师生的手中 教职员工联系会议的同仁们 跟共产党联合 指挥扰乱人心 折垮国民党 给社稷带来祸患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要齐心协力 清除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我提议 开除杀越波打击六个月 以观后效 同意的情绪哨 这儿怎么办 这么多证据 还把他跑了不长 好 谁 凭什么抓我 没凭没据我们干嘛抓你 到了警察局就清楚了 带走 天台外员 这是全体党员通过的大会决议 看看吧 不行 沙岳波是特殊党员 他是冯玉祥将军的老师 省党部 无权对他进行组织处理 等我请示中央以后 再做决定 请问 国民党党章里 有没有特殊党员这个规定 每个党员必须服从当地组织管理 绝不容许超越组织 不受约束的行为 他和张普贪污教育经费 证据缺造 我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命令你们撤回这个决议 你来问问他 看他听不听你的命令 宣处长 你想干什么 今后不管是谁 只要他罪行严重 擅自越权 违反组织决议 我就用这个 跟他对话 天老弟 快起来瞧瞧 玄霞夫人材料我搜集到了 这些都是他 疑似传播共产主义思潮 损害党国利益的证据 有了他 信玄的跑不了 你看看 还想搬走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 走开 说开着 接着 annac 古不顫 来 oric 爱河景 宣复 演奖 爱河景 演奖 演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攻击那些和他作对的人 为了满足他吸食鸦片的嗜好 常常侵吞活动经费 把供款垫成了他自己的私传 如果任由这伙右派嚣张下去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和他们公开斗争 最近省党部要在晚江会馆 举办联欢会 我想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向右派势力发动反攻 你看怎么样 又把握吗 我们的十万当中 左派占多数 如果大家一起行动 不愁打不掉这回右派的嚣张起演 诸位 诸位 近来大家的工作和学习都非常的紧张 难得放松 今天呢 大家聚在一起 能唱的唱起来 能跳的跳起来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开始吧 你身为神党部特派员 却赶着如此肮脏的勾当 太卑鄙 太无耻 我们都替他害臊 说 这些共产党的书都是谁给你的 他们怎么和你联系 他们怎么和你联系 求求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找了没有 这丫头脑子有毛病 啥也没招 如果我没说错 宣特派员和你事相好 他犯的可是杀头的罪啊 如果你招 我可以放过你 让你们远走高飞 过你们的小日子去 你想想吧 一派胡言 胡动成妖 凭什么说我是独裁 凭什么说我青春共产 丑大爷 你们 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栽赃陷害 你不执行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 反而对共产党人 明理排斥打击 暗里造谣污蔑 还扬言 要将共产分子驱逐出圣城 这不是破坏三大政策 这是什么 你经常表望自己 是总理的忠实性 其实 你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的 头好远勋 今天 你给大家说清楚 说清楚 说清楚 夹大大队 夹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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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您赶快去现场 马 Auf 快 그리고 干涨 这可对我 是 要是再不招 拉出去给我闭了 你说说 晚江会馆是怎么回事 是钱庆泉副处长 纠结了党内的激进分子 当面揭发了田坤山特派员 所谓的挪用公款 稀释大言 结党营私 搞个人专制行为 从而引起了双方的乱骂和斗殴 咱们党内人 彼此会有成见 发生一些摩擦 都是正常的 只要别把事情闹大就好 是啊 据我们抓到的一中女老师交代 宣霞副给了他不少共党书籍 和波尔什维克的宣传材料 有一本马克思写的共产党证言 是他们的指导杠领 我们怀疑钱庆泉 有可能也是共党派到兰州的内奸 还有省了一中教师张一吾 和他们二人交往甚密 值得注意 这么看事情还有点严重 这样吧 你赶紧写个成文 仔细臣服一下事件的脉络走向 我要上报冯玉祥将军 是 好 这一仗打得漂亮 可喜可贺 我们这一次的行动 不仅沉重打击了 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炎 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反应 而且还解除了田坤山 主任委员的职务 让国民党甘肃党部的指挥权 基本地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只要团结一致 坚持斗争 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只要有大多数左派的支持 不愁田坤山不倒 没错 来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吧 王岛同志 我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你 以后 你的书店就作为我们党组织的联络点 我们会定期地在那里碰头 互通情况 对了 书放在你那里 大家学习起来也方便一些 这完全是 钱静泉 他们这帮共产党人搞的阴谋 你看看 我没说错吧 这帮人 给点机会就心风作浪 唱着人多势众 他们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我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 没有中央的发话 我是不会离开党部的 钱静泉 想罢免我 他还没有那个权利 我要向上边 搞发钱静泉 关键是 他们在改选的九个党部的执行委员中 七个是左派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没咱们的立足之地了 他们私下里成立秘密组织 宣传共产主义 他们还指责我有经济问题 这简直就是街道山 息怒 还不知道谁杀谁呢 我早说了 咱们跟共产党不共戴天 势不两立 我已经把这里发生的这种 极端恶劣的事件 写信报告给了冯玉香将军 我就不信还整不了这帮无核之众了 这儿 放 breath ρο 那是谁呢 诱宇啊 来来来 进来坐 不用了 王道说让你到书店去一下 他说这有要紧的事情 要和你商量 好 我这就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 李宗盛 天空山不仅到刘一芬那里告密 还活动沙月波 写信向冯玉象诬告我们 还说共产党在兰州诋毁时政 制造事端 破坏国共合作 咱们要赶快想一个应对之策才行 真是恶人先告状 狗急跳枪 还有 刚才我来的时候 好像有人跟踪我 快散开 你们干什么 我是沈渡署政治出的 让什么事 我们抓到一身去 去了就知道 带走 别动 老董 这怎么回事啊 闪开 队长 书 前处长 这是什么书啊 你不会自己看吗 这本书 还是杨人写的吧 带走 走 带走 都民国了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 对 为什么随便抓人呢 为什么 在访我们执行公务 连你们看我抓 带走 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咱们快去秦老板的药店吧 不用了 你在这里整理一下书店 让终于陪我去 秦老板 张先生 你怎么受伤了 没关系的 只是一点小伤而已 我给你爆炸一些 不用了 不用了 秦老板 田昆山枸机跳墙 钱静全被抓了 什么时候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下午该怎么办 一定要设法查清 钱静全的下落 以便我们组织营救 秦老板 你这里认识的人多 这件事情就劳你费心了 好的 打探钱静全的事 就由我负责 你就放心吧 好 对了 终于 你再马上回书店一趟 立刻把联络等的书记 还有资料转移出去 尤其是那本共产党宣言 我担心警察 还会再回去搜查的 抓到人了吗 抓到了 盯了这么多天 还能有个跑 好 将前处长收监 交给上风处理吧 是 等等 你们就没有搜到 一点有用的物证吗 没有啊 抓他的时候啊 发现他只拿着一本 没用的外国书 就给扔了 那书的名字叫什么 当差的弟兄 不识字 只记得啊 那书篇上 画着一个 长胡子的外国老头 笨蛋 那是共产党宣言 是一本 清城复国的邪书 不就是一本书吗 混蛋 愚蠢 没有文化 害死人了 你知道强大的俄罗斯 怎么败在一个小小的 波尔什维克的手中吗 都是这本书 你知道 秦始皇当年 是怎样吞并六国 一统江山的吗 第一 是查处邪书 第二 才是杀人 这书中的流毒 要是传播开来 那可是后患无穷啊 抓人时 有人跟他联系过吗 没有 我们抓人的时候 只碰到了一中的老师张一悟 阻拦办案 被打破头 张一悟 你立即赶到橄榄书店 找找那本书 监视张一悟 他把原书找到了 不是那本共产党宣言 那咱们该怎么办 提升钱静权 钱副处长 钱副处长 实在追不住啊 把你抓到这儿 不是本人的意思 我们完全是按照 刘主席的命令执行的 你可千万不要怪罪本人哪 你凭什么抓我 你身为国民党党员 却私下传播共党言论 和共产主义思考 严重损害了党国利益 你说 那本共产党宣言 现在在谁的手里 损害了党国的利益 你有什么证据 没有证据 我们敢抓你前副处长吗 来人 是 给我带上来 叫 你 我 我 我要不说东西是你们给的 他们就会杀了宣夏福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宣夏福真是下了一遍 怎么认识你这么个软骨头 你快滚 快滚 戴下去 戴下去 否则这一切也是为了宣夏福 说 那边共产党宣言 到底在谁的小礼 掌刑 我看你们谁敢 混账 胡教官 你知道兰州那边发生的事情吗 张华好 宣主任 具体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客观地讲啊 甘肃特制采取的革命行动 虽说打击了甘肃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面 但也过早地暴露了我党在甘肃的活动 宣夏福被迫调回陕西 钱进权被俘入狱 书记张义武也受到监视 特制的活动被迫停止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了 主任 那区委有什么指示 区委的指示有两条 一是想把营救前几年统治 二是尽快恢复特制工作 那组织上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吗 冯玉贤将军很信任我 他要我推荐两人到兰州去重新枕动国民党党部 我想这正是我们恢复特制的好机会 所以叫你来商量一下 主任 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和你一同前去的还有一个教王小夕 也是你们干族人 到了兰州 你们先到小舱子六号找张义武 如果找不到 就去中药房找秦老板 是 你们公开的任务还是承动国民党党部 但一定要讲策略和方法 不能让沈党部再怀疑你们 主任 您放心 我绝不辜负党组织的总统 坚决完成任务 钱情权就关在警署后面的监狱里 我已经通过关系见到了他 他说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让你马上撤离安城 还有 我已经打通了在警察局的关系 过两天就会有消息 都怪我 错过了当前的局势 放松了对国民党右派的警惕 过早暴露了党组织的意图 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 你也别太自责了 赶紧走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营救钱处长的 好 那我今晚就回玉中老家 组织上的事就要麻烦你了 从今天起 你的大药房就作为我们组织新的联络地 有什么情况 我会随时派人和你联系的 一定要格外小心 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巨花开放 一道好球 不亮 请问二位长官 你们是从西安来的吗 对 我们俩是从西安派来的特派员 欢迎 欢迎 我姓周 是都府的秘书 刘主席正在里面等你们呢 请 周秘书 这是西安总部的公寒 请 刘主席 我是盼星星 盼月亮 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请坐 好 刘主席 我们俩也是初来乍到 有些事儿还得请您多多指教 说哪里的话 你们俩是特派员嘛 最近省党部闹得一团糟 冯玉香将军也很生气 你们来了 要尽快把党务整顿好 对了 我想听一听 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打算先解散新党部 然后在旧党部的基础上 重新整顿和组建省党部 刘主席 您的意见呢 行啊 我看要解散新救两个党部同时解散 免得惹是生非 好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意思吧 那党员登记怎么办 我们需要重新登记 当然 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暂缓登记 好 把那些闹事儿的 不服从管教的 胡作非为的 犯上作乱的 统统清理出来 好 刘主席的意见完全正确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意思 整顿党务 你这都有啥说啊 有共产党宣言吗 老总 我可是本分之人啊 没提出过什么党的宣言 没有酒 要是干卖的 长官好 Miranda,您带来 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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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idée切儿 大主 表姐 你好 您是 别忘记者 我是你四舅家的小儿子 听真的 多年不见 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表姐 你这可是贵人多忘事啊 这是你四舅 让我从西安 专门给你带来的 德茂公水晶饼 是老孙家的吧 是老刘家的 你看我这记性 快快快 进屋说 您请坐 好 是这样 我是组织上派来的特派员 我必须尽快见到张一吴先生 组织遭到破坏以后 他被迫撤离到了榆冲老家 如果你们有什么事 可以通过我这一联络点 找到他 那好 那这两天 就请你陪我去一趟他的老家 好的 快到了 快到了 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 自从宣霞府调离陕西 钱靖全被捕以后 我就一直盼望着组织 能派人来帮我们展开工作 现在你们二位来了 我心里就踏实了 义务同志 前一段时间让你受苦了 你的报告 北方区位已经收到了 这次刘伯坚部长派我和孝希同志到兰州来 第一呢 是想成国民党重新登记的机会 把右派分子全部掌控 第二 是迅速恢复中共干肃特质 和建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 这样的话 有利于党组织进一步的工作 第三 是考虑到你的个人安全 组织上让我通知你 尽快到三月前报到 同时 咱们要想办法救出钱金全同志 好 我同意组织的决定 这样吧 等我忙完手里的工作 马上去三月前报到 好 事不宜迟啊 我建议啊 咱们尽快召开一次 有全体共产党员参加的命运会议 宣布恢复中共干肃特质 义务同志 你觉得这样是否可行啊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我看就定在后天吧 义震 你回去告知王涛 让王涛通知拦住所有的党员 后天在张家壮改会 好的 一张不如一张 要进 碰 糊了 手细真好啊 这两个新来的特败员 怎么回事 重组党部 竟然没登记我 别说你了 连我都敢不登记 还说要以观后效 刘主席为这事也着急上火呢 是啊 他们两个人的做法 和宣侠府 钱靖全 同出一辙 登记的 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左派 排斥的 就是我们这些忠诚的国民党党员 我看啊 这两个人来路不正啊 哎呀 大声点 外面来了一个人 说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哦 诸位 对不起了 别险着呀 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接着打 我看见新来的红特派员 在专业无家门口停留过 您该怎么办 你回去 把他们给我盯进楼 有什么情况 直接找我汇报 好消息啊 根据 中共北方区委党组织的指示和建议 我要向大家 高兴地宣布 恢复中共甘肃特别支部 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 下面 我很高兴 给大家介绍 上级派来的两位同志 这就是胡廷真同志 他也是我们甘肃特职的新任书记 这一位是组织委员 王孝希同志 我们中共兰州特职 终于成立了 胡廷真同志兼任书记 王涛同志 担任宣传委员的职务 秦亦真同志 担任组织委员的职务 下面 欢迎胡廷真书记 讲话 同志们 这回我和孝希同志 来兰州整顿国民党党务 这对我党来说 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现在啊 我们不仅要坚持 对国民党左派的团结与支持 对国民党的右派 我们就是要孤立他们 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 同时啊 同志们 我们要尽快地把广大人民群众 都发动起来 成立行业工会 妇女协会 农民协会 青年社等社会团体 因为 只有最广大 最基层的人民群众的觉醒 我们共产党的根 才能扎下去 也只有这样 我们甘肃特殖才能够生存 才能够发展 才能够重大 趁心中华 无法复制 趁心中华 无法复制 全世界无战天性 变化起来 全世界无战天性 变化起来 中华全世界无战天性 变化起来 咱们无法复制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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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无战天性 变化起来 是 张医乌到现在都没有捉拿归案 难道 他是孙猴子片子吗 我们也在八方搜查 可就是找不到他的综艺 跑了和尚 跑不了没有 特派员 老天开眼了 老天开什么眼了 共党头子李大钊 在北京被张作霖给抓了 蒋总司令也在昨天 采取了断然措施 在上海对共产党下手了 好 好 太好了 好消息啊 你给我监视好那两个特派员 他们有可能是共产党 是 你再派人到渔中去 张一雾的家里搜人 是 等等 你一定给我找到那本 共产党宣言 那可是最好的罪证 是 最近 蒋总司令和冯玉祥将军 在江苏召开了徐州会议 明确了我们目前的任务 清党反共 并责令我在兰州成立 清党委员会 作为军人 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绝不允许 半点含糊 从近日起 凡是共产党 或者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 都要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凡是共党成立的乱七八糟的协会 行业工会 青年社和社会团体 都要就地解散 特别是共产党发行和出版传播的那些伪京书记 刊物 宣传品 以及宣扬共产主义论调的禁书 都要通通地收缴 如若顽抗 从严重处 命令 命 胡婷贞 王孝夕 五日内赴郑州参加军事会议 不得有误 上 散了吧 不得有误 蒋介石叛变革命 在上海 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他还扬言 宁肯错杀一切 绝不放过一个 李大昭同志人 在北京已经被敌人给抓了 刘玉芬 听信田昆山等人的谄言 一反常态 也要对共产党员动手 咱们的同志要尽快转移啊 张义武先生还在狱中 得赶快通知他 这样 汪涛 你现在马上去一趟狱中 好 通知张义武先生 让他立刻转移 同时 通知张雨夏同志 让他带着小分队在东郊集合 等候命令 咱们撤离之前 一定要救出钱庆权同志啊 你们就放心吧 我现在就去 你 谁啊 汪涛 你走 易武总志 赶紧走 警察来抓你了 好 我知道了 快走 玉婆 这个钱是爸给你的 让你在路上用 大 大 大 儿子不孝 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 不过你放心大 儿子绝不会做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您的事 儿子不在这些日子 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等儿子回来 再给您敬孝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要是怎么这么压力 都不会过来 都不会过来 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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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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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找什么书去啊 这是什么书啊 算 算命 算命的书 你算什么算 自己的命都算不清楚 还带着乱七八糟的禁书满街瞎跑 连人带书一块儿带走 老总 老总 你们听说带书也犯法 这犯的哪家人法 老总 你们不是虽然抓人吗 你们 长生长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 私自夹带禁书也是犯法 带走 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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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不能抓话呀 老总 不能抓话 老总 不 老总 现在的形势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国民党反毒派 已经明目张胆地 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动手了 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动手 特质面临严峻的考验呢 从今天开始 全体党员 都要进入灰色隐蔽状态 尽量减少联系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最好不用是担心联系 报告通知了 他终于通知了 你们二位呢 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继续留在兰州呢 会有危险 这样 你们今晚上去东山庄 到达西安以后 直接找小燕塔二十六号 我们联络站的同志 会安排你们 好 我知道了 我们这边暂时留下来的同志呢 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 伺机而动 李翔同志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已经带着十名同志 到达了预定地点 还有四名同志 来附在城外接营 李震同志 你那边联系郁警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联系好了 他这两天值班 你们一到 他马上侧应放人 好 那就明白行动 我会想起同志前去救人 如果我们发生意外 你们就带人冲进去 救出前进阅同志之后 有你们俩 把他负责 护送到西安 小西同志 你顺便 回青阳老家待命 我 我对了 那边共产党学研 还是请雨香同志 带回雨中保管 是 李震同志的大药房 继续作为我们特质的联络地 如果大家遇到紧急情况 好 可以到大药房去找他 好 好 那我们大家就分头准备 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 来 干 干 这九状怂人的不怕司令官 只要你田特派员下令 我立刻带人抓了姓胡和姓王的 不行 刘主席没发挖钱 千万不能传 抓了不就得了 还等什么 抓他俩的报告 我已上报刘独办 等刘独办批下来之后 便可立即执行 我听说刘主席 要李送他俩去郑州 开军事会议 你觉得可能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给刘主席的那个报告 就是要秘密地处决他俩 还有那个前进权 可是姓胡和姓王的 从事共党活动的证据不足啊 你立刻派人到城外的各个路口 设怕埋伏 防止有人逃跑 借人就给我抓起来 报告 请进 这是田特法院上报的文件 请您转交给刘主席 知道了 请回吧 拜 destinations 走 董 cryst� 找我们俩有事啊 二位特法院要走 我没什么好送的 就请二位 看份田坤山 送报刘主席的文件吧 出局胡亭真 王孝希 钱景全等 共党的报告 你是 别问这么多了 你们快走 文件我们早 再送给刘主席 这有一张通行证 你们带着 路上也许有用 好 快走吧 请问二位长官有事吗 你们当班的头头在吗 在 请进 海底长有人找 都干什么呢 勃勃蹭蹭的 搞什么事 他不是来了吗 你们有什么事 是 省岛部特派员 刘主席命我们俩 带犯人钱景全 到省岛部问话 特派员 我这就跟你去提犯人 少废话 提认 好好好 上网子 是 去 把那个人犯 钱景全我提出来 是 出来 走 走 伸更半夜的 你们要干什么 废什么话 带走 快走 那好 王警长 等刘主席问完话 我们就把班人给你送回来 好 告辞 行 好 王警长 停步吧 好 走 好 走 走 神台姐在酒楼预言的套 走 你几可无来者 可骂已走 你已垂直 可已决定将他大 骂你 敢撞 不下火了 靳靳同志 你受苦了 你们是 我叫胡亭震 他叫王小夕 我们俩都是甘肃特质的同志 你好 你好 我回来了 请找 刚才来了两个 神党部的特派员 把钱靳全踢走了 你说什么 刚才来了两个 神党部的特派员 把钱靳全踢走了 你把钱靳全踢走 坏了 坏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给我集合队伍 好 给我追 出城之后 有我们的同志 负责把你护送到西岸 具体情况 路上消息同志 会向你做回报的 那好 就不多说了 赶快走吧 到 清全同志 消息同志 保重 来 走 头儿 你说咱是不是有病啊 大冷天的 在这儿爬了大半夜 咱还不见人影啊 你说什么你 小昊 这不是来了吗 哎哎 我打击击人来 准备拦剑 跟我走 撤 什么人 下车去手检查 混蛋 照什么照 我是省党部特派员 现在 要押解犯人到渔中监狱去 让开 前处长 那你就是王特派员了吧 是 这是通行站 通行站 抓的就是你们 下车 混蛋上头 快给我走 好 你带他们先撤 我掩护 是 爹 你小心点 快走 跟我来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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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都给我听着 都给我听着 抓住活的 赏钱老直加倍 给我上 怎么样 全在里面 老建华 给我带几个兄弟 从正面上 我从侧面包抄 上 攻打分子们 赶快缴械投降 还可以给条活路 如若不然 死磨一条 魚小叔 你受伤了 哎 哎 啊 你小叔 哎 哎 哎 只要咱们多坚持一会儿 咱们就能走得更远一点 爹 头儿 小心点 头儿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回来救你啊爹 你受伤了 头儿 你整理转移的人 现在怎么样 没事 你已经被我们带来的马 拖到后上去了 这本书 今天要想办法 报告好 今后 找机会交给 兰州大药房的秦阿姨 让她 转交给你医务书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快走 走 快走 小邦 还在右手上面 要不然 合杀不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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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及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 甘肃党的组织相继建立 共产党人潜伏后继 用鲜血迎来了龙元大帝 革命胜利之曙光 让我们永远铭 让我们永远铭 这些鲜烈的英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